明年2010年老虎年 我把表格列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个杂志上有写 因为北京一个杂志发全国的 叫财富圈 我上面有专栏的 我现在两年多了 我关于明年已经写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再来说一下 我们盼盼一个名字不要急 思路是这样 把这个老虎写在中间 但是根据风水 根据姓名学 根据中国的生肖文化 老虎的三合局 一个是狗 一个是马 这叫三合 何局 老虎跟猪 老虎跟兔子 我们叫三慧 也很好 老虎跟猴子 Monkey 不太好 差六岁 所以我们叫六冲 也就是说 属老虎的人 不要用猴子的字 这样解释 对吧 那么猴的字 说一下 举个例子来说 前空的坤 就是猴 远近的圆 就是猴 草字头 姓孙的孙 孙悟空 这就是猴子 姓缘的 也是猴子 所以属老虎的人 不要用这些字 这些字都 和声的生 王子王的坤 也是猴子 不要用这些字 这是不好 这是相继的 那么什么字是老虎呢 写一下 老虎的字 老虎定义是牧命 所以戴牧的比较好 举个例子来说 戴牧的字非常之多 根是牧 树是牧 灵是牧 与字头张之灵的灵 也是牧 春天的甘露 老虎 山风的风 也说 这种字对老虎都很好 这个也很好 蓝 瑞邪少风点的瑞 这些字都很好 灵标的标 也是老虎 这种字都很好 老虎的字 那么狗的字呢 写在这里 成功的城 主老虎的能用也很好 真诚的城 城市的城 国家的国 自然的难 自然的难 这里有个圈 这就是狗 贡献的县 这都是狗 狗的字 就相当好 马的字 反正带马的 举个例子来说 南面属马 所以 南 骑 是 是 马的字很多 带马的 都是 一二三四的一 叫一马拼穿 也是马 所以这种字用的都非常好 老虎 那么 猪的字 也很多 豪门的豪 毅力的一 猪的字很多 反正有在这个边旁的 都是猪 兔的字也很多 安逸的一 柳树的柳 清清我我的清 拿掉中间就是土 这个字很多 羊柳的柳 安逸的一 还有一个文刀柳 姓柳的柳 所以 就是明年取名字的话 就考虑这些问题 属老虎的人 因为是牧名 所以既用金 所以带金的不要用 举个例子来说 这种字就不要用 明年 君 瑞 明 这种字不好 带金字旁的不太好 很多 大家看一下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 明年 宝宝取名字 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但是考虑到 举个例子来说 你用了马 对你孩子是很好 但是 一个父亲 或者一个母亲 假如一个属老鼠的 就不能用这种字 因为老鼠跟马是六冲 我们考虑到父母亲 假如明年出生的孩子 一个父亲 或者一个母亲 有属龙的 你只有狗的 就不能用 很多 反正大家可以 再进一步探讨 好吧 今天我讲就讲到这里 好吧 我说 虽然是不太好 所以 我传统了 简单 我把全部 Susana